《复读青年》是我自己第一部《自编自导》 然后当初为什么要说是因为其实一直有在问自己 如果我今天可以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要写什么题材 那基于我自己的过去的经验 就是我从分配人生到Mr. Andy 哪怕是在台湾做的乐园 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关心一些处在边缘的人群 就是为他们找一些发生的空间 然后传达一些讯息出来 所以这次《复读青年》 我纯粹就是想要说马来西亚没有身份证的人 就Stateless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出生在这里 然后也哪里去不了 那活生生就像是这个社会上的灵魂 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是可以透过电影里面去传达 给更多的观众知道马来西亚的确有这样子的一群人 这个有别语 我在做分配的时候 我是讲贫穷嘛 每个国家贫穷不一样 那马来西亚的贫穷状况也有牵涉很多因素 那他就展现一个状态 那迷思安迪就讲变性了 所以来到《复读青年》 我就选择了要讲Stateless 没有身份证的人 没有身份证的人的族群里面 因为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 当我们做了很多的天调 包括我们去跟NGO讨论 然后去跟他们聊 明表他们的情况 其实因为我自己写这一次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困难 但开始有我们找了财民老师来协助 然后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 当然剧本出来之后呢 其实剧本股价一定是有了 最重要是因为透过很多不同的NGO 不同的人 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甜调 然后呢 来加强这个故事的真实感 里面的很多的剧情情节 其实都是 按照有一些真实之间去参照过来写的 然后呢 当然两兄弟的是一个虚色的一个角色 在Budu这样的一个地方什么人都会有 所以呢我就觉得剧本在需要充足的甜调之后呢 我们才能顺利完成 当然到最后剧本出来了碰到演员在讨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 所以一直都有在修改 其实当初就是想找一个在吉隆坡市中心的 然后呢 又有很多不同人种交汇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Budu啦 因为Budu 有一个Wed Market嘛 就是菜市场很古老 菜市场 我们都知道以前Budu很辉煌 可是因为你看它周边都是高楼大虾 可是那个地方就长这个样子 所以呢它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加上因为它在市中心 所以变成对我来说Budu是一个最有代表性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半页 当然富都青年我不存 所以只是要讲Budu这地方 刚好这两兄弟就住在Budu嘛 所以我的片名设计就是在富都青年 其实富都也是一个蛮讽刺的一个地方 因为对我来说这班人都很穷 可是他住的地方叫做富都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这部电影我讲说的是人的爱 人心中的爱 因为我觉得我永远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人的内心有一个支撑 你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你根本就抵抗不了这个残酷的社会 或者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生活 那我觉得人的爱是往往就是拉着我们 让我们更坚强去面对 所以那富都这边呢 讲身体就是没有身份嘛 社会的不公 生活的压力 残酷的现实 可是最后凝聚他们这些 永远还是那个爱 所以对我来说 未来这个还是我在运作任何题材的一个 在运作任何题材的命题 对 在运作任何题材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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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作任何题材的命题